到国民党中央稍早传来的最新消息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结束三天闭关 今天正式宣布出关再战 重申坚持参选到底的理念 我将陆续提出更多 让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的福国利民政策 我愿意亲自邀请蔡主席 一起透过女性无私的良知 与深厚的爱心 终结蓝绿立场的恶斗 和礼盲偏见的民粹 将各自关键的治国理念 与做法 经过反复的说明与辩证 交给选民抉择 洪秀柱这场记者会表示 坚持参选 要大家深思 国家需要一个什么样 品格的领导人 提出未来的领导人 必须有这些品格真诚 而非虚假 质朴而非狭隘 能力而非全谋 包容而非含混 自重而非自恋 他也表示 愿意亲自邀请蔡主席 一起透过女性无私的良知 与深厚的爱心 终结蓝绿立场的恶斗 和礼盲偏见的民粹 将各自关键的治国理念 和做法 经由反复说明和辩证 交给选民来抉择